大家好,我是肖广,我现在是在北京大案馆 咱们现在看到的是清朝道光皇帝秘密立储的遗嘱 说起道光皇帝,他是清代唯一一位以敌仗子身份继位的皇帝 他在位期间也是爆发了震惊中外的鸦片战争 这也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在道光29年的正月,道光皇帝在内外交迫中忧愁成吉 一开始还能勉强支撑着上朝办理政事 到了第二年的正月,道光皇帝的病情是一点一点加重 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康复的希望 就忙召一些军机大臣等等 命令他们从正大光明的匾额后面取下锦和 这里面就放有道光皇帝的亲笔遗嘱 这是我国现存唯一由皇帝亲笔所书 关于封建皇帝承袭传位的原始文献 按照古代从有王所念的顺序,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黄六子一心封为亲王,黄四子一主立为黄太子 并且在旁边还是富有相应的满文 之后道光皇帝就驾翁于圆明园的慎德堂内 而被立为黄太子一主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 先锋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拥有实权统治权的皇帝 也是清朝最后一位通过秘密立储继位的皇帝 他在位的时候运气也是较为的差 先是赶上了太平天国起义 而后英法舰队攻向了大谷炮台,禁破天津 也是逼得清朝不得不签署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 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时候 约明园、清一园等等也是被英法联军洗劫和焚毁 可以说咸丰皇帝在位的时候是内外都不得安宁 而遗嘱上立为亲王的义心就是后来的公亲王 也是现在北京旅游景点公王府曾经的主人 在咸丰皇帝驾盟之后 义心也是和两宫皇后联合发动了新有政变成功夺取的政权 而自己也被授予了义正王的头衔 其实在道光皇帝立储的时候 他在四子义主和六子义心之间是犹豫不决 但最终是选择了四子义主为皇太子 也就是后来的咸丰皇帝 但是在书写的时候是先写黄六子义心封为亲王 那么我想在书写的时候 道光皇帝的心理应该也是五位杂臣的吧 毕竟只能让一个人坐上皇位 如果当时道光皇帝选择了义心 那么之后清朝的发展是否会不一样呢 大家对此有什么看法呢 也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评论留言 咱们可以一起讨论